中国全力抢救洞庭湖堤防的破口 这下麻烦大了 短短72小时不到 堤防的破口居然从一个10米不到的小缺口 裂成了220米的大破口 水一淹下去完全失控 6间700多座足球场等同47平方公里 通通淹水 更让民众愤怒的是 堵不住的堤防破口 我就堵你一张嘴 这一份文件一出炉 全面引爆民怨 中国在我们看到 抢救提防破口 会不会变成了国安大破口了呢 先来说我们台湾国内的天气 由于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因此在未来这一周甚至10天 都是一样白天高温晴朗 但是到了下午就会出现雷震雨 强降雨 很不幸的像今天板桥就有一名工人 他早上在施工的时候热中暑 可是你看看刚刚在整个 台湾地区下午下的那个强降雨 每个人全部都淋湿 这就是一下冷一下热 一下干一下水 那讲到这样的一个极端现象 加州就因为极度的高温 天干雾燥 森林大火 来大家看 这加州所引发的森林大火 很多人说看起来就像末日景象 地点是位在南加州的森塔 包括还有加州中部的马里波萨聚 以及加州的赛拉国家森林 我把所有这三处都有发生的森林大火 综合的影像给大家看了 你会发现那远远往前看 我不讲你以为是火山喷发 而且我刚刚所说的加州的赛拉国家森林 消防人员去救 前后反而他要被救 因为他去救那个火 这个火势你看那个蔓延太快了 那防火线要是没有一开始没有拉好的话 那整个人靠近 他就被困在悬崖底下 国民警员队后来还去救他 目前这一场野火 加州的州长柳生说 无法控制 烧的面积多大 56座大安森林公园 那另外呢 讲到天干雾燥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因为天气太热 而发生了火灾或者爆炸 我们来看东莞7号的时候 这座化工厂 有一从远眺的镜头 可以看得出来 那真的是 整个像火焰冲一样 碰一下直冲天气 然后官方说 不晓得什么原因 但是有的民众在拍的时候就说 这可能会死伤很惨咒 但官方说没人死伤 那你信吗 不过 你到底觉得 这个化工厂爆炸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高温 还是因为公安意外 虽然现在呢 他们还在调查 但很多人觉得天气太热了 真的有很多都会自燃自爆 全球正在陷入了水火地狱之中 洞庭湖怎么办 一个礼拜的一开始 我们看看全中国 请全国的力量 抢救洞庭湖 这220米的大缺口 补得起来 我信 补不起来 那不就全中国要大炸锅了 所以现在全中国的焦点 都在现在湖南洞庭湖的华荣县 团宗院的这样的一个 决堤的提口处 你看我现在讲了 华荣县的这个团奏院 它其实是洞庭湖的第一线的 合体的防体处的 防体的所在处 那现在因为它本来一开始的缺口 并不大 可是这个缺口呢 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做 最有效的防堵 那么这个缺口 它就会产生骨牌效应 其实在6月17号的时候 洞庭湖的湖面 是1100平方公里 在左边这张图 可是右边呢 右边6月30号 仅仅隔了13天后 它竟然湖面扩张成为了 2570平方公里 扩张之处导致了 你看右边那张图 对 就这个 就这个我们讲画的这个区域 全部被淹了 全部被淹 那有人去画了一下 大概是差不多13公里跟5公里 但是其实如果照这样算起来 大概是60几平方公里 没有 它说目前淹的地方 大概是48平方公里 但你还持续在扩大 而且水深5公尺 当那个缺口一旦决堤的时候 当地的人一定要先撤 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河水 一直往里面倒灌 现在越撤的人越多 都是数万人在撤 好 我就来回头讲讲 你刚才已经看到 48平方公里那个地方 是在17 13天 半个月就整个被淹掉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一个低级错误 我来给大家看 你知道那个决堤口 当时我说的那个10米 你知道他们怎么赌吗 我把这个画面不给大家看 他们竟然派那些工人开车 然后那些卡车上面 他就载黄沙 对 就这样 载黄沙 然后再 就是你 来 观众朋友先看这个决堤口 你们觉得几公尺宽 我说10公尺 坦白讲还高估他了 我觉得根本连10公尺都不到 在这个情况下 本来是有救的 你知道拍摄影片的 很多当地的居民都讲 我觉得应该是还OK吧 结果没想到看到官员 用他们那个所谓的 堵口的方式他傻眼了 什么 就是在这些细黄沙 然后卡车司机 在最后一刻跳车 然后整个卡车下去 好 你现在看 是不是两台卡车 好 还刮了个横幅 接下来你看卡车 变什么样的结果 我跟你各位讲 你真的觉得两台卡车上面 在细细的黄沙 有办法堵住那 1100平方公里的洞庭湖的水量吗 你有沒有学过物理 好啦 两台车就全部冲走 我来引用一下 那些当地居民怎么骂 他说你们是没有看过 古代怎么防底口的吗 你是没有看过要用沙袋吗 而且我跟各位讲 根据报道 你知道湖南县政府 他用了多少钱去修低 跟准备这些 我们防这个核堤的 这个处置措施吗 381台币 花了这么多钱 结果搞成这样子的一个防洪 381你连沙袋 跟石头都买不起 好啦 车子也被冲走了 提供从10公尺变100公尺 变我现在讲话的同时 270公尺 我不知道他还会破多大 结果主持人 我再给你播个画面 真正的当地民众 你就会为他们感到悲呛 官员有做事啊 你看公安还在拍呢 记者还在拍 做什么事 你们不是要杀吗 不是要堵口吗 我们帮忙挖呀挖呀挖 他在挖什么啊 你去看 是在慢动作吗 没有 是用正常速度播放 他怎么看起来像慢动作 摆拍嘛 救水救火都是救急 你却用那种慢动作的速度 在那里挖了沙子 沙子已经不管用了 还用慢动作 这些官员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那好 军方呢 军方也有提供援助 援助什么 石头吗 援助沙袋吗 不是啦 他出动一个无人船 无人船要干嘛 你要无人船干嘛 我想堵出破口 已经10米变成220米了耶 四五万人已经都快要灭顶 他说我出动无人船要干嘛 来 他说我要来测一下这个水多深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就五公尺吗 你测多深是要干嘛啦 好啦 民众遇到这样的官员 或遇到这样的一些 舊洪水的方式怎么办撒业嘛 自救 来 我们来看 滚滚的洞庭湖的湖水泛滥 然后整个夜幕市区到整个倒灌 这个里面是什么啊 全部都是牛 但很庆幸还活着 坦白讲人也没有办法背牛啦 就祈祷你牛自己会不会游泳 你看旁边有那个主人在喊 快 赶快去高处 赶快去高处 还好这些牛 似乎听都懂人话 似乎知道要保命 似乎会游泳 淹没数千公顷 牛都快不保了 吓死了 而你看 看到了 破到220米 只都止不住的洪水 我们讲话的此刻 分分秒秒淹进村庄 更雪上加创的是上游 上游的水库 现在也不得不放水了吗 是 湖南真的是 乌漏篇逢连夜雨 现在不是这洞庭湖的团舟院缺口 你连九封水库 你看那么多人在那边 你去看画面的中间 你有没有发现有小小的 那个涓涓细流的水 从上面流下来 你说那水应该还好吧 跟刚刚的洞庭物比起来 那真的是小屋间大屋 不是 你要知道这是霸体 霸体出现的裂痕 如果它有裂痕 如果它崩了的话 那不就等于更恐怖的溃蹄了 对 那不就跟 刚刚我们讲了从10公尺 可能会变成100公尺 可以220 会变成270 好 现在周遭的这1000多位的居民 都已经撤离了 但是如果这个霸体 你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把它给堵住的话 看他们是不是有他们足够的 这样的一个设备 去堵住它的话 告诉你下游21000人 全部都要撤 好 那我们把镜头移到山东去 山东也很惨 山东惨 大家一定记得之前干旱很惨 结果怎么现在变这样 才短短一个月 山东一个月前闹干旱 大家还在那里求雨 结果现在雨不但来了 但来太多了 多到 我把镜头移到山东几宁的市水 你看这边的市水县 中策镇故县村 一样也是决堤 河道的一侧土方塌下 我想这个画面刚好让大家看 那个土方塌下的瞬间 我想给大家看什么 这种的冲击力 你认为用黄系砂跟卡车去堵 有用吗 河堤上线拉了警戒线 希望山东四水这个决堤的地方 并不会重蹈 洞庭服务的覆测极端气候之恐怖 人人都无法自保 所以水火地狱 我们只能自求多福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我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针